好 可以開始了嗎 可以齁 應該要講一個笑話給大家醒一醒 可是笑話我要看一下我的秘籍 大家有沒有聽過孔子去嫖妓的笑話 沒有齁 就是孔子他都在上課 可是他有一天來到台灣 然後就去了華西街 華西街就不小心看到一位美女 很漂亮 可是他想說好不容易出來了 然後又碰到西施 他覺得說如果跟西施來一下應該不錯 所以他就要跟西施談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交易這樣子 結果後來西施說 就是說哎呀孔子耶 五千年難得的偉大人物 西施也覺得孔子不錯 也想說好吧 可是價錢要談好 價錢要談好 結果後來西施就先開口了 要做生意 西施就說有緣千里來相會 花你兩千不算貴 兩千塊可以嗎 那結果後來呢 這個孔子啊 孔子就想說兩千 我不知道他們是美金還是人民幣啦 還是股錢啦 兩千塊開始 結果呢孔子的 抬抬抬 殺價嘛 我跟你說這個就跟我們去秀水街 北京秀水街或是以前上海襄陽路的殺價方式是一樣的 砍一半再砍一半 這樣子就要打到骨折 所以呢孔子就說 萬水千山總事情 五百塊錢行不行 五百塊 兩千塊抬到五百塊 這樣子當然不會成交啊對不對 那後來呢西施就說 五百塊太便宜了 五百塊太便宜了 他就說春風玉渡玉門關 最少也得一千三 請三可以嗎 一千三可不可以 那後來孔子就說 蛤一千三 那我可以找別人啊 天涯何處五芳草 八百塊錢搞不搞 八百塊 八百塊 談到這裡了 動屌咧 不知道怎麼辦喔 不知道怎麼辦 就八百塊錢躺在 就停在這邊 兩個人這樣子看了一下 西施說不行 八百塊錢沒那麼容易 所以呢後來孔子呢 孔子就想說不行啊不行啊 還是要想辦法搞一下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人間自有真情在 今天只帶九百塊 就只有九百塊 西施就很生氣啊 就很生氣說 我拿青春賭明天 少於一千算強姦 一千塊 一千塊 那還沒搞定喔 然後呢 孔子就說 不然又差太多嘛 露水夫妻也有情 再少一百行不行 因為今天真的只帶九百塊 那後來呢 西施就說 好吧相逢何必成相識 進出也只這一次 來吧 搞定 搞定這個 那個談判的技巧這樣子 好 所以 西施跟孔子的交易 最後多少錢交易 九百塊 OK 來跟大家聊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 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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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乾淨 最近大家都有觀點嗎 這個洗乾淨 我來做一個民意調查 雖然我們民進府的人都不想選擇 但是你們覺得 洗乾淨這件會再抓的人請給他手 覺得他會當選的人 這是一個賭注喔 大家可以十塊錢賭一賭 覺得他會當選的人請舉手 一位喔 兩位 不太看好喔 你覺得OK喔 你覺得他還是會當選 為什麼 始終如一 所以 很受看很受肯定對不對 有情有義 那天民視就播了一個 忍時光匆匆流曲 我知在乎你 有沒有 對 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都沒有換人 讚 那另外一位舉手的是 另外一位舉手的 民進黨 民進黨喔 民進黨喔 你覺得 你覺得 沒機會了 你覺得 不應該給這樣的 臭男人 任何機會嗎 蛤 臭男人 是做錯事情的男人嘛 細乾淨嘛 把這個老 好朋友的女兒當情人嘛 對不對 這樣子有沒有錯 把好朋友的女兒當情人 然後那個 這個岳父 就是那個什麼 他的樁腳還得忍著說 唉 沒辦法 我是老朋友 我聽你這樣子 嗯 我覺得 第一個 誰 孫中山不只一次啦 孫中山專門吃幼齒的 孫中山是從年輕到老 只要是幼齒的 未成年的人他都喜歡 這就是我們的國父 他是 對啊 沒錯 呃 宋慶玲也是 從他所有的女朋友 都是老朋友的女兒 而且從12歲 13歲 15歲 一路的這樣子 他很多個啦 反正 是 那個就是我們國父 專門吃幼齒的啦 嘿 沒錯 OK 所以呢 呃 細乾淨齁 細乾淨 呃 當然啦 這種事情喔 八年前到現在 如果老婆 我現在跟這個 跟大家講一個法律問題 這個法律問題是說 如果他老婆 現在跳出來 要告王世堅 呃 告那個女生 不成立對不對 因為八年前就知情了 然後八年前你不告 超過追溯期 所以現在呢 小文可以 可以 扶正 明正言順 公開出來 沒問題啦 沒錯 這個就是法律 沒錯 就是他現在可以公開 帶小文去開房間 不用怕狗債 因為老婆不會告 好 所以這個東西給大家看到的法律問題 就是這樣 就是呢 他已經公開可以完全合法 沒有法律問題 沒錯 好 所以 王世堅 所以 因禍得福 也讓小文 不再背負 這個 小三 還有 妨害家庭的刑訴罪名 所以如果各位 你要讓老婆沒有法律追訴權 你也可以用王世堅這種方式 技術還不錯 蠻高明的 好 那 除了他之外呢 來我們看下一個 其實秘書長最近跟我說 叫我跟大家聊一聊張顯耀 然後聊聊張顯耀到底有沒有 沒有洩漏國防機密給中國的特務 那我 我比較有興趣的是跟大家聊 他的這個問題 那他當然 如果以張顯耀來看 他說周旋惡女 這是原配 然後這是他結婚前的婚前女友 那 其實張顯耀一直都很神秘 一直都很神秘 所以呢 你也搞不清楚他的這個感情世界是如何 在他的這個泄密事件一發生的時候 我們 我們聽到的第一個消息 我不需要跟大家講 我們 得到的第一個資訊 從總統府發出來的第一個資訊是說 他有一個中國女特務女友 開玩笑 想說那完蛋了 那個隔起的一週刊做出來一定是 哪一個美魔女是特務 像以前的這個 像大家在看那個 在看那個什麼 色戒 在看色戒裡頭的女主角可能會出現 結果 果然 沒有等到 沒有看到這個畫面 搞了半天呢 其實就是 張顯耀的事情就會跟王金平的事情一樣 是屬於一個政治惡鬥 那這個政治惡鬥呢 到 到目前為止 因為他只讓 他只讓馬金 就是馬英九跟金普聰的這個執政的政府 更沒有公信力 那張顯耀呢 到目前為止 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法律問題 即使他周旋二女秘密離婚 好像也沒有任何法律問題 所以呢 我們先跳過去 我們先來看其他的另外一個法律問題 其他的是最近 在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 黑心油事件之外呢 有幾個比較好玩 然後也比較好笑 也比較有話題的這些事件 來我跟大家聊的是 第一個 第一個 這有一個台商啦 勇元化工的總裁 那他呢 跟郭董差不多 不過比 郭董學弟啦 那他呢 他呢 在1995年 認識了一個女生 叫蔡振華 然後呢 1996年結婚 結婚之後呢 就生有二男一女 那他呢 到中國去開公司 可是後來呢 被抓起來 因為在中國成立了 拱污泥回收精煉廠 然後結果呢 因為逃漏稅 被判刑五年 入獄三年兩個月之後 假釋 差不多過半嘛 在中國過半假釋 但是不能離境 好 那結果呢 他在 這個滿五年啦 你看2007年 然後到五年後 回到台灣 發現說 老婆小孩都不見了 家中呢 大批的名表珠寶 然後就去 就去發現說 哇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呢 還發現說老婆 跟一個男生 有多張的合照 結果後來呢 他說蔡振華是以 舊夫為由 從公司呢 騙走了一億五的現金 結果呢 去養小王 去養小王 那這件事情 還滿好笑的是說 如果你在大陸 你在中國大陸 這麼辛苦的打拼工作 結果後來被關了 那被關了之後呢 其實老婆應該 照正常情況是 要去營救他嘛 結果呢 他說 我要錢才能救嘛 對不對 我錢才能救 錢挪出來之後呢 讓你去關 錢呢 已經挪出來之後呢 我當然要去油箱玩水 養小王 所以這個事情呢 就這麼發生了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小 就是當然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照正常的情況 因為呢 他挪的是公司的錢 這個 偽造文書跟什麼 親戰啦 夫妻之間喔 夫妻之間其實 其實說要用親戰 這還 還不是那麼容易成立 還不是那麼容易成立 可是呢 後來法院在認定 這樣一個訴訟的時候 第一個是因為 他挪用的是公司的錢 最近呢 挪用的公司的錢 被起訴的案件很多 包括 我們 鄉林的董事長賴正義 他為了要幫他的小舅子 這個 許舒伯選舉 所以從 從 從 從哪裡 就是 韓碧樓 韓碧樓飯店 挪了一千兩百萬 給這個 許舒伯去用 後來還是被用背信起訴 所以 這個 當然有包括侵戰啊 背信的這些問題喔 那所以呢 蔡正華就被判 就這個女的啦 這個女的 楊小王的這個女的 被判十六年六個月 還蠻重的 就是 這個老公大概非常非常生氣 氣到說 我非得讓你有錢花不到 這一定很慘耶 已經慘得住不住 撞不住才會這樣 那所以 當然 當然 這個是因為兩岸的 婚姻 兩岸的法律 所牽扯出來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呢 我現在要跟 後面跟大家講另外一個 也是法律問題 然後這個法律問題呢 又比較複雜 又比較複雜 跟剛剛的那個台商有一點關聯 可是呢 這個跟民進黨的政府又有一點關聯 為什麼 就是 中才儀跟陳建龍 中才儀跟陳建龍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這對夫妻 當年的這對夫妻交手的經驗 中才儀最近我還蠻常跟她吃飯的 然後呢 好像還蠻多男人在追她的 就是她很擅長交際應酬 那當年呢 她在台大公館的時候算是笑花 所以呢 她就 當時陳建龍就認識她了 認識了之後呢 她覺得說 大家知道陳建龍的背景 就是這位被民進黨找回來當 第一金控董事長 後來呢 還發行100億的GDR 就是發行這個海外評證 然後結果大家都認為說 哇 第一銀行很有魄力 可是實際上 是在搞掏空跟私鄉授授的這個陳建龍 他呢 陳建龍他 他爸爸跟連正東一樣 是屬於台灣的接收大員 所以在仁愛路 圓環的那一帶的很多的土地 都是他們家的 很有錢 真的很有錢 所以在他念台大的時候 就是得不到的東西最好 所以後來呢 中才儀就嫁給了他的學長 然後13年沒有生小孩 然後婆家把他給離了 把他給離掉了 那離掉了之後呢 陳建龍發現說 哎呦 當年的夢中情人已經單身了 所以才跟他的老婆離婚 然後呢 兩個人有情人終成眷屬 後來呢 結了婚之後呢 就從美國回到台灣來 變成了一對民進黨的銀色金童玉女 一個跑去當華航董事長 一個跑去當第一金控董事長 那在這個華航總經理之前呢 還是我們的經濟部長 就是小白兔 對不對 小白兔 那小白兔呢 小白兔真的是 他在美國就是一個小小的 orange county 就是小小的州 然後底下只有一個職員的財政部長 所以阿扁呢 當年真的是瞎了眼 然後呢 也真的是白目 然後也真的是 民進黨台灣男后 一種 一種笨手 然後瞎了眼之後 用了這個非常 非常奇怪的一對夫妻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對夫妻 那結果呢 當了幾天 我記得他好像當 當十三 就十三 十三 十三天還是幾天 很短很短的經濟部長 然後就 小白兔就下來了 然後下來了之後呢 下來了之後 他們兩個齁 真的是用盡各種手段 在巴結無數真 我曾經採訪過陳建龍 當時 金控的董事長被拔掉之前齁 那他們 我們在金周刊上面寫過一個報導 就是說 陳建龍跟中才儀 怎麼巴結政府 怎麼巴結民進黨 就是每次齁 那個 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三立的那個 三立的電視的後面 都有掛那個畫 那個畫呢 後面有一個名字叫王淫春 就是有一幅畫 那幅畫其實就是吳淑貞的表姐 就是吳淑貞的表姐的畫 她是個畫家 那當時呢 這個陳建龍跟中才儀呢 為了要巴結吳淑貞 就用公司的名義去買了 吳淑貞的表姐的很多畫 當做政治獻金 所以他們很會很會巴結 那後來呢 來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這對夫妻怎麼了 這對夫妻就是 她呢 愛上了一個 中國的女子 叫姓黃吧 對 就是一個姓黃的小姐 然後呢 結果呢 黃以晴 那她呢 想要把這個女生弄來台灣 想要把她弄來台灣 那弄來台灣呢 沒辦法 因為她跟中才儀的法律關係還存在 所以呢 她就用了一個假的身份證 就透過一個移民仲介 叫陳品榮 然後呢 要用佈及納法所的護照 然後先把這個中才儀的這個 中才儀的這個戶籍證明 拿去 拿去辦的 所謂的那個 配偶的身份 就是用 用這樣的一個偽造的方式 那所以 後來呢 中才儀被找去問的時候 才發現說 原來陳品榮也是她的女朋友 然後黃以晴也是這個 陳建榮的女朋友 那結果後來呢 就搞得亂七八糟 搞得 呃 中才儀說什麼什麼 跟她 實際上七年沒有夫妻關係啦 所以呢 她說 不要逼我批評 請不要逼我批判他們 好 這個 就是中才儀跟陳建榮這對夫妻 這對夫妻 這對夫妻是當年 在扁政府時代 非常紅 紅到 你無法想像的可大的權力 好 那結果後來怎麼了 就後來呢 陳建榮現在是被通緝 被通緝二十二年 就是被通緝二十二年 所以她我想在台灣 要再重新看到她 是很困難的 就是為了一個中國的女人 要把她辦來台灣 然後呢 就被 被 呃 用偽造文書 還有相關的一些什麼 呃 用把中才儀的戶籍藤本 然後涉及偽造文書 那還有 還有 後來有一個記者說 跑到他們家門口 跑去 就發現說陳建榮被貼了字條寫 欠錢不還賴帳 然後說她沒有誠意出面處理 好像是因為一個中間人 就是因為這個 她要辦這個移民的時候 有一個中間人 就是說收了六百 六千八百元美金 那之外呢 好像還要付一筆錢 結果後來呢 那個錢沒有付 所以才讓陳建榮後來呢 被貼上這個欠錢不還賴帳的紙條 然後發佈通緝二十二年 那 嗯 這裡喔 這裡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當你跟一個中國大陸的女子結婚 然後呢 這個相愛 甚至生了小孩 那你想要把她弄來台灣的時候怎麼辦 通常齁 就是陳建榮 像她這麼有錢 都還是用了一個非常 旁門走道 旁門走道 然後呢 要拿布吉納法所的身分 然後在偽造文書之後 想辦法要把這個姓黃的女人弄進來 結果弄不進來 我其實今天就在跟那個 因為電視台說要聊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跟她說 我有一個朋友 本來是股市大戶 非常非常的有錢 應該在股市一個月的交易至少有五十億 然後 然後住在肖萬場的元大花廣的樓下 我去過她家 三百多瓶好大 然後呢 愛上了一個中國女子 而且想要把她弄來台灣結婚 所以呢 她就跟她的原配 就辦了個假結婚 就是我們先辦假結婚 表示我單身嘛 因為不能重婚嘛 好 那不能重婚呢 所以她先辦了離婚 那也算是假結婚的程序 所以把財產都移到老婆那邊 移過去之後呢 就把大陸女子給帶過來了 辦結婚手續 然後讓她進來了 好 進來之後呢 非常非常的淒慘 我這對夫妻是我本來 他們跟大陸女子生的小孩 還找我說 可不可以讓他們去念維格 就是要念貴族學校 那後來呢 這個大陸女子過來之後呢 老婆就很生氣 因為同一個屋簷下 好厲害 同一個屋簷下 我去了她家之後 看不懂到底是兒子的孫子還是 到底是孫女還是女兒 因為呢 她兒子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就當爸爸 然後呢 帶回來的小孩 跟她跟大陸妹生的小孩一樣大 好 那所以 沒多久 那個媽媽又受不了了 那個媽媽呢 就跑去跟計程車司機同居 跑去跟計程車司機同居 那之後呢 大概就把他們原來 放在她財產 放在她名下的財產 就花掉很多很多 花掉之後呢 結果 她跟這個大陸妹呢 後來就 淒慘到 好像去 好像去 擺攤子 賣東西 就是幾十億的身價 然後為了一個中國女人 非常非常的淒慘 那跟陳建榮的命運 有一點像 我要往下按 按不下去 哈囉 按不下去 又卡到了嗎 OK 不行 你幫我按下一頁 OK 好 再下一頁 好 停在這邊 好 停在這邊 這裡同樣也有一個 這裡也同樣有一個 其實就是 就是在兩岸 兩岸 因為台商去中國把妹之後 發生了一些 相關的法律問題 這裡頭是 包括說有一個富商 他到 在新竹科學園區的一個 印刷場的負責人 到中國大陸去做普洱茶生意 可是呢 生了 跟大陸妹 生了一個小孩 想要來台灣 那老婆 這種情況是 一定是老婆不肯離婚 像 中裁儀會被拿去 辦假的身份 是因為 他要把那個配偶欄拿掉 可是呢 這位富商呢 他沒辦法把配偶欄拿掉 他只好找了一個替身 找了一個替身去幫忙 替娶 找了一個替娶的人 就是找人頂泰 人頭老公替娶 結果呢 這個替娶一發生之後呢 竟然 竟然在移民署的時候 對 就是 這個 這個大陸妹 大陸妹呢 就要求說要扶正 所以要嫁過來 那可是呢 他找了這個人頭的人 就找了這個人頭老公 就是說 好吧好吧 我幫你取 我幫你把人取回來好了 那取回來之後呢 在面談的時候 那面談官呢 就問他說 女方家有浴缸嗎 那他就回答說沒有 結果反正呢 就是 就是 回答完全不對 回答完全不對 對 那再來呢 這個面談官呢 就再繼續追問啊 說 你在台灣的聯絡人 你在台灣的聯絡人 怎麼會是表兄妹呢 結果這個大陸妹就回答說 沒有親戚關係的表兄妹 滿好笑的喔 沒有親戚關係的表兄妹 然後那個移民署的面談官就說 台灣沒有這樣的關係 沒有所謂的 沒有親戚關係的表兄妹 那所以就扯不下去 所以就被偽造文書提起公訴 這個就是 要把大陸妹取過來 然後呢 也取不成的一個 非常 就是 非常詭異的 法律的一些問題 好 那再來呢 再來 因為 我 我不曉得 因為今天剛好 剛好 第二段的時候 我想說可以跟大家聊一些 比較輕鬆 然後比較 好笑一點的 一些 就是 如果說 很多人說 我到海外去 然後 包括 包括 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比如說 你帶女朋友 到國外去 結果呢 發生婚外情 然後竟然是不追溯的 那 這是一個 這確實是如此 我底下用 我底下用三個例子跟大家講 就是 你在香港的外遇生子 就是說 如果你到香港去的話 那 是 不屬於 就是 境外通姦 是不起訴的 是不起訴的 所以啊 這個 這個 當年王永慶 為什麼 帶著 李寶珠到香港去結婚 因為 如果 真的後面有什麼法律問題發生的話 那 發生的地點是在香港 所以呢 也是屬於境外 屬於境外 所以 這個是 境外 境外的問題 是沒有法律關係的 所以為什麼 台灣有很多的 財商啦 或什麼他們 他們習慣 或是他們喜歡 把 小三小四 然後呢 帶到這個 海外去 所以 律師呢 就提到說 刑法有規定 犯罪地點 如果不是在我們的 領域的話 那 除非是 內亂跟外患罪 否則的話 是罪輕本刑 三年以上的重罪的話 那 是 內亂外患的話 是三年以上 那 否則的話 是不追訴的 所以 如果你是在 在 香港 在香港 那 唯一配偶可以處理的 就是 提出民宿 民事的求償 所以 假如 你告 那 刑事不會成立 只有用民事求償 才有可能 爭取到一些機會 好 那可是呢 不是 大家都這樣子 不是大家都這樣子 所以呢 之前蘋果日報上面 也有一個 非常 好玩 然後呢 它也有個不同的 法律問題 是 陳耀昌 我不曉得大家認不認識這個人 這個人我滿熟悉的 cile大的 血液 還有心臟科的民醫 叫趌勒昌 那 他是一個很怪的醫師 很活躍 寫了很多小說 然後呢 在阿扁的 紅三君的時候 他跟施明德一樣 站出來 站在紅三君 然後呢 作副總指揮 所以呢名气很大 就是曾经是红三军的副总指挥 那结果呢 他也一样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种状况是 他在美国 就是跟女朋友在美国产下一女 然后呢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生计魅影 这本书呢就把他的小三当作内人 那后来他老婆也很厉害 他老婆也一样是 就是一样的是那个血液肿瘤科的权威 可是呢提出告诉之后 竟然败诉 就是不起诉处分 就是不起诉处分 所以呢你看我刚刚讲的 在香港没事 然后呢在美国 在美国呢也没有事情 可是呢在中国就不一样了 在中国大陆就不一样了 在中国大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这是一个在中国大陆经商之后 然后呢老婆提出告诉之后 可是呢因为他坦诚说 对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特别跟他讲说 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在中国不算境外 在中国不算境外 我常常要举一个笑话给大家最直接的认知 就是有一次我去西螺的福星宫 那那天呢马英九去拜票 他说要给大家猜灯迷 就是给大家猜灯迷 然后呢说请问你们最近有没有人出国 请问各位你们最近有没有人出国 结果呢就 我在现场看到了就有一个阿伯 他就说他举手了 他说你去哪里 你最近去哪里 然后那个阿伯就说我去酒在沟 我去酒在沟 结果马英九立刻回答说 那不算出国 那不算出国 那什么意思 就说在他的认知 第一个他对酒在沟是中国 是一个中国 所以算境内 所以算境内 所以这就是 就我亲眼看到马英九对这种事情的反应 酒在沟不算出国 所以我每次到厦门 或是每次去深圳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都会跟我朋友说 我在国外 我在国外 对因为我认为厦门深圳都是国外 我跟马英九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好那所以 这只是用几个例子跟大家讲说 跟大家讲说 如果同样的一个法律问题 在香港算境外 在美国算境外 然后在中国他就不算境外 他叫境内 所以他的所有的什么 妨碍家庭什么这些 都是直接相关的 好那我应该 我应该 好 就 然后 然后 等一下 我可以 前面的那个 你可以帮我把那个档案再叫出来吗 再叫出我前面的那个 叫做什么 就是 资料查询的那个档案 因为这边我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就是这几个法律问题大概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啦 跟那个 那个 有没有什么样的 你生活当中碰到的法律问题 因为我本来想说这个阶段呢 跟大家聊一些 跟 跟 社会奇奇怪怪的 不同状况的法律有关的一些问题 然后刚好也是最近 除了收水油之外呢 比较有一点话题的 你帮我 你帮我把那个档案叫出来 几个PowerPoint档 就是我原来的那个USB里面 要再扫一下那个USB 扫一下档案 是不是 好 OK 好 那我稍微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好了 这个是前面呢 前面来跟大家聊的一些 官商勾结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那我想说利用后面一点点 大概十分钟 十五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再聊一下 如果有机会 你们 也是同样 要用电脑查资料 一定是在电脑上 要找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 所以呢 以我自己在做记者这么多年 比如说你要查一些公司登记 你要查一些财税资料 你要查一些法院判决 或是说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去拿了政府的标案 结果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记录不良的厂商 还有一些包括最近科匹还有连胜文的财产申报被拿出来讨论 所以所谓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然后怎么样的去查一些个人资料 一些个人资料 那我利用最快的时间跟大家聊一下 像经济部商业司还有跟地震资讯 就是你要查看你家有什么邻居 然后呢 他的贷款 他的所有的资料到底是如何 另外呢 就是说 你要跟人家合作的时候 他的支票到底有没有退票 那就可以用电脑上可以直接这样子查得出来 好 那我丢几个问题 大家来想一想 大家来想一想 比如说你要查这些立委 查这些市议员 然后呢 查这些像吴玉生 吴玉生发生绯闻案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查他的老婆 查他的财产 查他住哪里 然后再来呢 查这些人相关相关的档案资料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查 到底要怎么查 好 来 我给 我这个用几个比较实际的案例跟大家讲 比如说 当年的行政院长唐飞卸任 然后呢 他去接案子 去当门神 那我要怎么样用最快的时间最短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给查出来 让他哑口无言 而且让他不敢再做下去 那第一个事情 因为这家公司叫易康嘛 对不对 那再来呢 国防部的案子 那怎么把它查出来呢 第一个就说我们要查易康这家公司 用的就是经济部商业师的这个网站 那查了之后发现说 对易康股份有限公司登记在敦化南路 负责人是谁 顾资本额是多少 这些资料都有 好 那之后呢 之后呢 你再看看他的董监资料在哪里 董监是唐飞在这上面 那他有可能是同名同姓 所以我才跟大家说 你你要看他的主机登记一堆 看他住址登记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 才用电话去查询 查询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看说 他到底是不是拿很多的政府工程 所以政府工程有一个叫做电子政府采购网 那电子政府采购网的话 你就在这所谓的全文检索 把易康这家公司打进去 你就发现说 他确实是国防部啦 中研院啦什么什么 很多地方都有拿案子 所以你在去整理之后呢 整理之后呢 你就做成一篇 唐飞无冠一身轻 做起多少生意这样的文章 就是说我们要监督他 我们要制止他继续去做 不该做的事情 我们大概都会用一些方法 用一些方法 像比如说这些 这些什么18岁赚一役的骗子啦 那甚至呢 我之前在电视上有讲过说 连陈旅安的吸金 陈旅安的违法吸金 那陈旅安 大家很难相信说他也会吸金 他也会吸金 可是呢当年呢 他用所谓的这个 用所谓的这个富裕国际创投 就是他要给大家资金 就是说每个人给他多少钱 然后他成立这个 所谓的富裕国际创投基金 那要到中国去投资 结果这件事情 完全是一个骗局 那陈旅安也发生在 所有的问题都发生在小三身上 都发生在小三身上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富裕创投基金 他收的钱 他在台湾的集资 所有的钱呢 都放在他的女朋友 叫孙春华的名下 那后来呢账务不清 后来很多人跑去控告 那到现在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说 跟陈旅安要这个钱 然后要不回来 就是完全是被他骗的 那另外呢 另外这个就是上次我在讲 那个就是鼎心卫家 鼎心卫家他的开立国际 鼎力国际开发 这些就是他在卖油的啦 在彰化永静 然后鼎心制油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他自己没有在制油 他都是把别人的油买来 然后呢调一调混合之后 成为他的卫权的品牌 所以才会全部通通 几乎都有问题 好 那再来呢 再来假如是政治人物的话 像陈旭胜 吴玉森这些人 如果你们要查他 最好的方式是 查他的财产申报 所以在整个监察院的 这个所谓的财产申报专刊的 查询系统里面 你就可以把 这些政治人物的财产 像比如说我们要查张显耀 张显耀有多少财产 那就是在这边 直接把张显耀的名字 直接查询之后 他所有在公务任内的资料 通通都会出现 通通都会出现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他的土地 他的配偶 他的房地产 所有相关的政治 包括他的转投资 甚至呢 我们要去查说 现在呢 谁有政治现金 像这个是 马英九 无敦义的政治现金 谁给他们 什么李庆元 钟小平 黄敬平 就是每个人呢 有领到的政治现金的钱 都在这边 都在这边 这个就是最近要选 四亿元的那个黄敬平 然后刘美 新北市的刘美芳 这些人呢 通通都是在 所谓的 马英九 无敦义的政治现金的 这个名单上面 那这个也是在监察院 这边就可以找得到了 就是监察院的 那个所谓的 政治现金的专刊里面 那另外呢 再来就是 潘世伟 潘世伟当时是劳动部长 那后来呢 他被查出来说 有男女关系 那甚至 被查出来之后呢 从他的财产申报 大家就查到说 他在上海 有上海的房子 这就是 在财产申报书上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就我们如果要监督 要监督这些 政治人物的钱 他们的资产的话 这只是表面的啦 就是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查清楚 但是呢 至少 至少你应该要 合法申报的东西 那所以你会看到说 过去包括像 现在黄景泰的钱啦 刘正宏的钱啦 还有什么这个 盐清彪啦 还有甚至这个 台北新北市的立委 那个张庆宗 这些人 这些人 你大家都可以 为什么媒体可以整理出 这么多的资料 就是财产申报书 几乎都是财产申报书上面 整理出来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司法院 就是说 如果你们要查一个人的过去 他有没有跟人家打过官司 那这个官司呢 纠纷如何 你就进到这个所谓的 司法院的网站上面 然后看是刑事 还是民事 还是最高法院 还是高等法院 或是高雄地方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 然后呢 什么检索 你要查的 包括说 你想要知道 这个律师到底好不好 这个律师最近到底是 律师他的诉讼 专不专业 是赢还是输 像你如果把李永然 然后李永然 看看他这几年的官司如何 你也可以直接 在这上面查询 那像比如说 这个邓湘妹是 孤正弗那时候的事情 一发生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女的说 她呢 是帮孤正弗生了一个女儿吗 那所以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我就在媒体上面说 其实这个是要来凶货的 她是要来恐吓拿钱的 那为什么 你可以很快地知道 她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你把她的法院资料 打出来看一下 比如说来打邓湘妹 打进去之后 你就看到她的判决书 她发生过的什么事情 上面都写得很清楚 你看她去牛郎店 就说这个女的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女的 她呢 跑去夜仙堡餐厅 也就是俗称的星期五餐厅 然后认识了这个女客 就是欧巴桑 欧巴桑 去牛郎店找牛郎 然后呢 答应这个牛郎一笔钱要给她 结果没给 没给呢 没给呢 这个牛郎很不服气的说 利用去她家 看她的新房子的时候 把她的劳力士手表就偷走了 偷走了之后呢 她就控告她 这个惩治盗匪条例 很重哦 判八年 这个案子判她八年 我刚讲了很多的法律问题 你如果要查相关的一些详细的资料 在这上面都有 所以哦 你如果要知道说 这个人到底过去有什么样的纠纷 像我这两天呢 跟我的那个鰻鱼店合作 然后两个年轻人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被联邦银行抽银根 他说 谁跟你讲 你怎么那么清楚 说 很简单啊 上网去查就有啦 对啊 上网去把他们的资料查一查 大概知道说 过去他们的背景干不干净 这是我自己常做的事情啊 所以你们有机会 碰到一个新的人 然后他想要跟你合作 想要跟你谈什么样的投资 想要跟你借钱 想要跟你交往 想要跟你做什么 你最好上网去查一遍 看他到底干不干净 比如说 我们的内政部 不是弄一个所谓的护证系统 结果后来呢 立委就说 这个护证系统根本就是包给中国大陆 确实是如此 我们的护证 中国大陆 我们的健保IC卡 中国大陆 我们的e-tag 中国大陆 我们的这些系统的软体 都是中国大陆在做的 好 那这个系统呢 就是我们 我们家的户籍在哪里 然后我们家所有的每一个人口的出生年月日 这些资料都在中国 那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会当机 我前一阵子跑去 就是变更我的户籍的时候 才发现他真的当机 那真的当机 你就发现说 因为在江仪化当内政部长的时候 他呢 发包给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叫做 叫做什么 环球安危科技 就这家公司 怀安打科技 这家呢就是 我们的内政部的 护证系统承包的公司 那他的负责人叫刘文宽 可是呢 他在包我们的护证系统 之前 他呢 跟海巡署有纠纷 跟国防部有纠纷 所以哦 我们这些政部官员 都很白痴的 就是哦 你在做什么事情 你都没去调查说 这个乘乘到底 过去做过什么事情 这个已经跟海巡署 还有跟国防部 都已经是违约 然后公告纠纷的航商 我们把护证系统交给他 所以你看 后来呢 我们就看到说 政府自己有公告 怀安打公司 会养电脑 安庆喜 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名字 他都已经是 我们拒绝往来的公司 我们的护证系统 就他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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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以 所以我们这个政府 我们的政务做多少派事 就不用 真的叫做 竹房不及备宅 不计其数啦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会问说 你认为柯P到底有没有犯法 或是有没有结税 还是有没有贪污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做了很多的作业流程 那都比我们每一个小老百姓犯的错还要严重 那所以在 这个是法院的 那法院的大概就差不多 另外呢有一个叫多公报系统 如果说你们要查一些 找一个人找不到 那你可以用 比如说用像车级资料 或是什么违规的资料 像这个叫多公报查询 你可以查出车级 然后登记在谁名下 这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那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说 这不是机密 这不是秘密的文件吗 没有秘密啦 因为包括一周刊 包括苹果 他呢都可以看到这部车 5008 他立刻可以查出这部车是谁的 因为我们的交通 我们的警政署 我们的交通组很多人呢 的系统会跟他们连结 那连结之后呢 他们只要去越结 你知道 一周刊跟苹果 他们有一种行李就是 参公务机关 参警察或谁 然后呢 一个月结一次账 看我委托你查几次 一次500块 这件500块 为了要查这些资料 就说查一次500块 那这个在我们媒体圈也是公开的秘密 但是它违不违法 它违法 都有公务人员在收这样的钱 所以我们只是用网路上 有一些可以查到的资料 把这些东西查出来 那另外包括重大逃亡的名单 这些通通都可以查的 那另外比较最近有关系很多的仲介业的权益 甚至还有很多仲介准备要上街头 把它改掉的 这个叫做地震资讯 地震资料查询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可以查地保 比如说来这个就叫做地震资讯网 每个人现在都可以查 你如果要查你家查我家 全部通通都可以查得出来 那这个就是你打了这个地址之后 你所看到的像叶士文的发生 叶士文就是桃园的副县长 她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我半夜睡不着觉 就跑去查什么 跑去查这个叶士文的女朋友 叶士文的女朋友叫陈丽玲 就这个人 那她呢 她的房子 陈丽玲的房子 有设定多少抵押 这个叫他向权利 他向权利就是你在银行的借款 然后借款你一打下去就发现说 中国信托银行 借了他多少钱 借了他1920的设定 借了他1920万的设定 这些呢就是 你在网路上都可以找得到啦 那我后面有给大家看的是地保 地保 地保住哪些人 这些就是地保全部的住户的名单 像什么徐亚军啊 李珍妮啊 这些徐庆祥就是地保住这些人 然后刚刚我不是讲说顶兴卫家吗 来顶兴卫家 可以看一下 来这里 1234567891011121314 全部都是他们家的 全部都是他们家的 真的很有钱 因为这骗不了人的 就是你看 什么 我们这上面是确实 而且他们很平均哦 你看冲冲行行交交冲冲周周 他们都还蛮平均的 四兄弟很团结 连财产几户通通都很平均 然后这真的 比如说这个就是连胜文住的 连胜文住的两户 一户在连在名下 一户在连方语名下 这就是非常清楚的公开的资料 而且呢连家的这两户零贷款 完全都不用贷款 就有这两间房子 那所以呢 柯P其实还蛮仁慈的啦 因为呢我在电视上我也质问过 就说连赞跟连方语这两户怎么来的 他们过户的时间 刚好是林玉玲在中国大陆 拿了一块地 拿了一个温州开发案 哪一个州 就是中国大陆有一个开发案 去检采去电机 回来的三个月 刚好过户这两户房子 那有一次呢 大陆那个考察团来 我们接待的时候哦 那个考察团就说 哎呀连家呢 在中国大陆赚好多钱啊 我们那边的那个开发案哦 那个他们跟宏盛啊 至少赚了几百亿 那你如果赚一百亿哦 过两户地保真的是小额科 而且不用贷款 那但是呢我没有证据 我特别强调我没有证据 我也不知道 林玉玲跟连战 连方瑜这两户到底多少钱交易 到底资金的往来如何 可是我当时只是要求说 既然是连胜文在住 连胜文在用 那你要跟社会大众交代 因为你是使用者 如果这样讲的话 连战跟连方瑜顶多只是你的 人头登记在他名下 对不对 所以这钱当然不干净啊 这钱当然不干净啊 只是我也没有证据 我也没办法举证说 林玉玲的这两间房子到底拿了 收了多少钱 也就是说到底房价是多少 因为呢他们的时间是在那个 实价登陆不像这几户 这几户是河南王王任森 后面这几户是河南王王任森买的 他们呢都有实价登陆 一瓶298万 这几户都有 那这两户没有 只是因为刚好时间很巧 就是连战跟徐立德 刚好在替林玉玲在大陆的一块地 去奠基去剪彩 然后呢回来几个月才有这两户房子 OK 那其他的大概 其他的大概都比较不重要 其他的大概一些查询的方式 像房地产可以查的一些资料 那另外呢就是法拍 就是法拍屋 如果大家要查一些法拍的资料上 网站上面也都可以查 这个网站呢还可以让你查说 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凶宅 像这个什么屋主沉丝屋内 这是所谓的透明防汛的地震的 那个所谓的法拍查询 那凶宅 全台湾的凶宅也都有资料可以查 所以你们千万要记得 千万要看清楚绝对不要买到凶宅 OK 好那其他的大概就是中华征信所 你们一定很少人会去用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你跟人家做生意 你拿了一张支票 结果呢拿了是拔拉票 那你只能怪你自己 你不要怪别人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人到底信用好不好 是可以查的 从1966年以后 所有曾经发生过退票的人 都在中华征信所的网站上 查一个人30块 查一个人30块 你不会查我帮你查 你们如果不会查我帮你查 好那其他的大概就是 相关的一些投资的资料 这个我先跳过去 再来就是 这是做房地产做股票投资的 再来就是 如果说你要了解一个人的现在跟过去 你可以透过几个媒体的网站 比如说财讯 还有联合报 像中华中时电子报跟联合报 他们呢在民国73年以后 还有联合报在民国50年以后 所有的简报资料完全都在 所以如果你们要查一些 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比如说在 在叶士文 叶士文以前犯过什么罪 那时候吴志阳不是说 我又不是狗仔 我怎么知道叶士文以前如何 那我在电视上骂 吴志阳智障笨蛋 为什么 电脑网路上都可以查 这些东西可以查得很清楚 叶士文以前干过什么事情 他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任内 曾经发生过哪些事情 通通都可以查得出来 为什么查不出来 然后像比如说这个是 对这里 那个应该哪一个 对 花公堂雇用工有私用 清扫住处 这是叶士文 被判刑三年四个月 你不用找狗仔啊 你只要会上电脑就行了 那这就是叶士文被判刑的全文 另外呢 包括更早以前 像这个是 这个是 马以南 马以南在民国 民国1968年 民国57年 帮人家当枪手的弊案 就是马以南去帮人家当枪手考试 那这个资料也全部通通都有 都有在 你可以在资料库里头都可以找得到 这个就是马以南当年被起诉的新闻简报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有机会的话 这个部分再跟大家详谈 就是你要做一些投资 然后你要查询一些相关的资料 因为刚刚秘书长跟我说 你们没有听过的我都可以再讲一遍 所以我就用最短的时间15分钟 把它review一遍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这个部分以后我可以比较 就是大家比较怎么说 比较清醒 然后呢也看过一些相关的资料 想要查询的时候 我再来用实际的案例跟大家操作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好像很晒 打得很厉害 这样子会 对 好 那先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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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用再次热烈的